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講了要讓公衛壯大 但是他的一些政策又明顯的袒護資方 不聽話 解雇以後你再去告啊 告贏了 公司頂多付你薪水啊 那種財大氣粗的嘴臉 公司雖然他行為是不合乎法令的 但是他不會從中記取教訓 因為我們的制度對他來講 業額可以一二十億的公司 你罰一個兩萬三萬的 講來你一點真的是不痛不癢 裁決到現在已經五週年了 那這五年來就是我們原本期待 我們會發現我們原本期待的裁決制度 現在正慢慢的崩壞 520即將上任的新勞動部長郭芳玉 應該要出來在420的時候 也就是520只剩 離520只剩一個月的時候 這時候要開始去思考裁決制度 現在問題到底是什麼 然後應該要開始面對 並提出改革 脫模工人不管死活 脫模工人不管死活 裁決改革刻不容緩 改革改革刻不容緩 脫模工人不管死活 今天我們之所以來到這邊是因為 裁決五週年了 那我們在這五年的期間當中 我們發現裁決制度有很多問題 必須被改善這樣 那我們認為五年是一個檢討的時刻 那同時呢 因為現在其實 民進黨也因為 瑕疵就是對 眾人對於他的期待 所以也上台了 那我們認為 在所有人民都期待 民進黨能帶來全新的改變的時候 那我們認為 針對目前制度上有的問題 那他應該也要 他應該要負起責任 然後去提出改革方案 現在裁決 裁決會並沒有依直權在調查 那我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 其實依法律規定 也就是勞資正義處理依法 他其實有規定說裁決制度 就是裁決會 他必須依直權調查事實及證據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意思是說 裁決會必須去主動做 對事實跟證據去做調查 但現在的情形是什麼 我們發現他現在把這樣的責任 丟給了工會 丟給了勞工 所以勞工在裁決制度當中 他必須要自己想辦法去主張 對自己有益事實 那如果沒有做的話 那就會被裁決會認為這是工人的怠慢 那這是你自己活該沒有去做 工人會被裁決會期待 你必須自己去請律師 來主張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我們如果要去比請律師的話 勞工跟資方的實力永遠是不對等 資源也是不對等的 如果要比請律師 我們永遠沒辦法像資方一樣 可以請一個一小時八千塊的律師 我們也沒辦法一次可以請三四個律師 就坐在那邊跟資方愛好 我們沒有這個本錢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求 透過請律師的方式去解決這樣的 主張對自己有利的問題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對工人是不利的 尤其我們會認為這是在裁決會當中 複製勞資之間不公平的關係 第一個裁決案是叫做工會會務將的否準 第二個裁決案是任意調動不利調動 第三個裁決案是我的年終獎金跟考核 在高分之下既然全部是零 第四個裁決案也是一樣 然後打了兩個行政訴訟 就是一個不當調動跟年終獎金否準 打零的案高分打零的問題 在裁決過程中我的經歷是非常慘痛的 因為我只有靠我一個人跟產總 台灣產總的幫忙 沒有人幫忙我 然後完全我們自己在打 甚至他們收買工會 甚至收買工會 12個裏勢收買了11個 用調薪加薪年終獎金加給方式 收買了11個人 甚至工會寫聲明書 說是我個人的事件 拿去抹黑我 勞資雙方在打裁決行政訴訟的時候 或者裁決訴訟的時候 是很缺乏的行政資源的 所有提供的事件很難取得 那在調查的時候 更沒辦法幫忙協助我們去調查 甚至到入場去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現在也沒有做追蹤 或勞資關係已經到這樣子 有沒有政府 我們叫大家黨 勞委會 有沒有深入去了解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能夠活過來算是很不錯的 所以我也要感謝陶長總 也感謝我們工會幹部 和一代的支持與協助 工人當要去爭取 勞動去爭取工會權益的時候 他發現 這繩索把他困住 但他沒辦法往前 那為什麼他被困住呢 因為背後有好幾個問題 正透過這個裁決制度 拖住了這個工人 讓工人並沒有辦法往前去爭取他的權益 好 那現在大家也看到 現在問題正透過這個機制 其實把工人給牢牢給困住 然後讓他沒辦法向前去爭取這個權益 所以現在讓我們喊一下口號 脫抹工人 脫抹工人 不管死活 裁決改革 特不人緩 脫抹工人 脫抹工人 不管死活 裁決改革 特不人緩 現在規定來看 其實裁決會最長的生意期間 其實是可以打到四個月的 但是實際上的運作 這個最長反而變成是長長 所以基本上現在裁決 如果沒有拖到四個月幾乎是不可能 幾乎每個案子都要打到四個月 這制度本來就是要設計來快速救濟的 那為什麼他都要把最長的時間拖到變成現在永遠就是長長這樣 比如說像桃園市的萬化工會 幹部就會因為裁決期間因為受不了資方的打壓 所以就在醫院病逝過去 然後等不到裁決制度 然後還有工會幹部 同樣的工會當中還有工會幹部甚至是自殺的 那其他工會 比如說台勤工會幹部的家屬 也是因為在裁決制度當中 就是覺得長時間沒辦法被還工到 所以受不了那壓力到時候一樣是自殺 訴訟外的調解機制 這個必須要有三個 一個原則就是迅速減變還有有效 花東的案件件也沒有 然後最遠的高雄的案件 很多工會幹部必須要搭業車每個禮拜呢 兩趟三趟 他來到這邊要來進行這個申訴 那我們這個制度呢 事實上非常的極限在 就是以台北為中心 讓我們偏遠的 比如說偏遠的 是離台北很遠的 這些勞工朋友呢 或工會沒有這機會來請求這制度的救濟 裁決委員會可以做成這個有效無效的判斷 可是這個有效無效的判斷是假的 為什麼說呢 只要即使說這個解雇無效呢 這個資方呢 只要去法院提起訴訟 那這個裁決呢 就歸零 就是完全都沒有效果 但是在裁決委員的認定裡面的話 其實工會把民文在那邊規定 你既然是工會的理事 也是上級工會的理事的話 你明明就可以去請會物價 但是我們現在問到問題的話 因為裁決委員會認定 會說 你就在這間公司上班 那公司既然不讓你出去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盡少出去 那我們在那邊跟委員 就提出的話 那假如是大家都是這樣子比照辦理 那台灣的工會怎麼會有力量呢 因為台灣的工會必須透過平行的串聯 大家彼此之間的聯繫來講 那你才能辦法去透過一些訊息的交換 來看有沒有辦法替你本身的會員 爭取一些福利 但是我們現在打了裁決的時候 遇到的委員是拼命的要你和解 拼命的希望你公會幹部你的權益可以往內說 我們現在要遇到問題的話 而且遇到問題是 即使打贏了 公司還是會繼續變本加厲的再次對付你 轉交給郭芳育部長 那我們因為貪心 因為現在執政還是國民黨 然後部長還是陳雄文 我們怕會交錯人 所以我們特別在底下寫 請勿轉交給陳雄文 我們要的就是給郭芳育 就是他們現在的次長 那請這位團員務必記得 就是記得拿給我們的郭次長 未來的大部長